大家好 今天跟一个来自国内的朋友 跟他分享他的签证的经历 真的是非常奇特 所以想把这段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从他的经验教训采过的坑里面 看能不能吸取一些教训 他当时在签证方面出现了一个疏忽 一个小小的疏忽 结果造成了他最终不得不离境泰国 辗转柬埔寨老挝两个国家 历尽艰辛万苦 差一点走上不归路 幸好他最后还成功了 现在回到了巴提亚 他的故事是这样子 他实际上去年9月份就入境泰国 并且拿的是旅游签证 一路顺风顺水的 本来他就可以换成养老签 但是现在在泰国的话 你养老签你必须开立银行账户 然后存入八十万泰铢 要两个月之后才能再换养老签 但是我们拿旅游签证入境泰国的时候 他给你的居留时间就刚好两个月 所以时间就是不够的 你就必须在快两个月期满的时候 你必须再续签一次 30天的一次续签 总共90天 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你的银行账户的 八十万泰铢在银行里面 躺够60天 但是他在续签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签证快到期的这几天 他去巴提亚移民局去办理30天的续签 结果刚好巴提亚移民局全体中招 都中招新冠了 然后整个移民局关门一个礼拜 他在一个礼拜就没有办成了 可能11月这段期间 巴提亚移民局全体中招关门一个礼拜 这位朋友他就是非常不幸运 刚好他需要签证延期的时候 撞到这个关口上 他当时想吧 这是移民局自己的原因 他如果是出现了overstay 就是你的签证已经过期了 他认为问题不大几天时间嘛 下周移民局上班的时候 应该是不会追究他这个责任了 他当时就大意了 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外国人 在泰国要最小心的一个事情了 实际上在泰国有很多事情可以通过钱来解决的 但是有些事情通过钱也解决不了 像那个overstay 朋友他当时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第一时间马上去其他府的移民局 或者去曼谷的移民总局去办签证的延期 结果他就疏忽了 等到下一周巴提亚移民局开门的时候 然后他去办他的签证的延期 人家就不承认了 就说你这个已经overstay了 就不能再办旅游签的延期 你要在泰国拘留下来的话 就只能换成疫情签证 他当时在移民局里面反复解释 但是没有用 最终他不得不把它换成了疫情签证 实际上疫情签证是可以转成养老签 等其他的长期签证的 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overstay了 只要overstay了一天 他这个签证 旅游签证相当于就废掉了 就不能再转其他的长期签证 所以他接下来就只有靠那个疫情签证续命 连续续了 是迟到了今年以后 他觉得越来越难了 把疫情签 他还是想把它换成养老签 所以说今年 泰国周边国家的边境也开放了 都不需要什么疫苗 不需要什么隔离 这些都可以自由出入了 所以给那种跑签证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机会 所以说外国人的那种visa run又开始了 他第一次他想到的一个国家就是柬埔寨 因为八条的柬埔寨很近 开车200多公里 他当时还带了一个他认识的泰国朋友 回中文泰文去给他做翻译 然后他就开车到了那个泰国跟柬埔寨的边境上面 他本来想进入柬埔寨境内 但是在边境的时候就有一个中介过来找他 然后几经交涉就告诉他 不需要入境柬埔寨 他在边境上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你搞定 只需要5500泰铢 就能在你的护照上面贴上泰国的旅游签证 然后直接就可以回巴蒂亚了 然后他大喜过望 没想到那么便宜 这么简单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结果他就照了两次相 然后按了两次指摩 然后他拿回他的护照 看上面确实有一个签证 并且还有边境海关的张 他也没想那么多 回到巴蒂亚以后去找巴蒂亚移民局 要求把它转成养老签 移民局的人告诉他 你这个只有15天的停留期 转不了长期签证 就是说至少要有效居留期 还剩21天才能再申请养老签 他跟移民局还大吵大闹 说我这个旅游签怎么不行呢 他实际上到那个时候都没搞明白 后来他跟我聊的时候 我说你没有入境柬埔寨 你怎么可能拿到泰国的旅游签证呢 因为你只有到住柬埔寨当地的泰国领事馆 然后才能颁发泰国的旅游签证给你 你都没入境 他怎么可能给你呢 他说我真的是旅游签证 他说我还问了这个泰国的朋友 那个泰国的朋友他告诉我 就是因为现在泰国跟柬埔寨两国之间 联合打击电信诈骗 所以刚好把那个签证的政策改变了 从柬埔寨到泰国 以前旅游签证是正常的60天停留期 现在统一改成15天 说那个泰国朋友还给了他很多 泰语的那个小视频 就是说两国联合打击电信诈骗 他说这是两国之间的那个秘密行动 所以当时中介也不知道 所以也不能怪他们怎么怎么样 他当时也信了 我说这样吧 你把你的那个签证那一页 你发给我看一下 结果我看那个照片 果然就是一个落地签 就是那个Visa on Arrival 这个朋友他肯定是不懂英语 又不懂泰文 所以他以为这个是个旅游签证 实际上当地的那个中介 就给他搞了一个落地签 就让他回去了 实际上落地签 当然也没骗他多少钱 5500泰铢 本来那个落地签都需要2000泰铢 也就是说骗了他3500泰铢 关键是这个落地签 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他本来是旅游签 只是overstay 现在好了 通过自己的一番折腾 从旅游签搞成了落地签 落地签是在外国人 在泰国的所有签证里面 比试链的最低层 是最没用的一种签证 现在他千辛万苦 结果反倒成了一个落地签 接下来这位朋友 肯定就只有另想办法了 这个时候他的那位泰国朋友 又告诉他 他找到一个中介 可以搞定他这个事情 就可以一周之内 给他换成养老签 不需要离境 因为他当时也在考虑 是不是去老窝 这位朋友就告诉他 不需要离境 只要是大概三万多 四万泰铢就行了 先让他付了大概两万多泰铢吧 结果过几天又告诉他 不行 必须离境去老窝才行 他说那我不办了 行不行 你把那个钱退给我 这个人告诉他 钱退不出来了 这个钱已经交了 你现在必须跟着他们去老窝这边 所以当时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当时来问我 他说我该怎么办 他是不是又是一个骗局 收了钱 然后让我去老窝 去老窝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我也不知道 实际上当时我也知道 这条线路是泰国中介 就是操作比较成熟的一条线路 Visa Run 包括外国的俄罗斯人 都在走这条线路 就是大概从巴特亚 每周礼拜二晚上 还有礼拜天晚上出发 一周大概有两班 这样的大巴车 中巴车 就是带着人越国边境 到柬埔寨那边 两天一晚 然后再换回泰国的旅游签证 然后再重新回来 所以我说 应该没多大问题 虽然他说你两万多泰铢 但是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你就跟着他们去一趟 反正钱都给了 也要不回来了 然后他就果然是在 这一周的礼拜二晚上出发 一个中巴车 丰田巴士 就是在泰国经常遇到 我也坐过无数次的 那种中巴车 十一座的 当时车上只有八个人 有男有女 他们一行人 就是 礼拜二晚上 当天晚上就到了边境 在边境吃了个饭 然后再换车 然后再进入老挝境内 老挝境内的边境城市 不是万象 我开始还以为 是不是去万象 结果他们去的那个城市 是老挝第二大城市 叫凯山 丰威汉 实际上这个人的名字 就是所谓老挝的国父 老挝的一个革命家 可能是他的家乡吧 也是老挝第二大城市 然后他们就在这里 已经到了第二天吧 第二天天亮了 然后就礼拜三 就去当地的泰国领事馆 递交资料 然后当天晚上就在 老挝境内住在晚上 然后接下来这天 就是礼拜四 礼拜四下午的时候 就拿回自己的护照 上面就有签证了 并且这个签证 还是贴纸签 跟我们在国内 申请了泰国旅游签证 他只是发一个文档 我们自己把它打印出来 那个PDF格式的 那个泰国签证不一样 就是跟我们在疫情前 申请了泰国旅游签证 一模一样了 就是有一个贴纸签 是拿到了旅游签证 然后通过旅游签证 然后再入境泰国 给了他60天的停留期 然后也是坐夜班车 礼拜四坐夜班车 礼拜五可能白天 可能中午的时候 就回到了巴提 他这个过程还是有惊无险 最终还是成功了 并没有走上不归路 因为他那个价格 因为他当时出发的时候 相当于给那个中介 是总共给了2350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中介就是不停地 耍流氓 就是要给什么辛苦费 跑腿费之类的 后来又给了3500台主 就是总共花了27000台主 当然你如果是找到 珍贵中介的话 估计2万台主能搞定 它这个价格 实际上在同车里面 还算是最便宜的 他说其他的人 后来交流 都是4万多台主 都是通过 层层中介加价 最终出发的时候 已经付了4万多台主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遭遇 都是中国人 一车全部是中国人 并且都是来自于泰国各个地方 都是据说在打工 落地且如尽的 所以通过这个遭遇 就告诉我们在泰国 确实你如果语言不通 遇到的坑是很多 即使语言通也会遇到坑 只是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们在泰国 那个签证真的第一要谨慎 就是千万不能出现那种 overstate 所以这位朋友 他仅仅就是一次 小小的签证的疏忽 就造成了后面 这么长期的麻烦 从去年九月份到现在 已经十个月了 他的签证都没有完全搞定了 辗转 柬埔寨老挝两个国家 历经艰辛 总算是成功的 另外一个教训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泰国 特别是你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你要多留一个心眼 如果你认识了所谓朋友 他又会泰文又会中文 这种你要特别当心 因为从事这种 中国人相关产业的那种人 有时候真的是 就像这位朋友 他后来总结的 我们不会泰文 不会英文的中国人 在很多人眼中 就是一头肥猪 每个人都想来 割一块肉下来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当心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